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又是怎样利用伦敦房地产本身的一些特点来实践这五套房产的购买的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跟他做了一次关于伦敦楼市的访谈 其实之前我还做过一期关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反谈 透过这些访谈希望给大家一个更宽更广的视野 大家能够对中国美国英国等一线核心城市的房地产估值 有个方位感和坐标感 以便能够给到对国际资产配置有需求的朋友们一点思考和帮助 也欢迎大家与我交流 我的email是maskfinance2021atgmail.com 好了 接下来就请大家观看这期访谈的下半部分 好 那我们就开始 上期讲了一点前面的铺垫 关于伦敦和英国的房地产市场 这一期我们再聊了再更干货一点 就具体的这个伦敦楼市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诸寿笔 伦敦这个楼市的一些具体的这些表现 我们让这个何真跟我们进一步的分享 好 那我就早点交给他了 然后有一些互动问答 我到时候再穿插 然后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到时候也可以中间再去问他 好 没问题 好的 莫面侠 上一期咱们聊到的是伦敦的租赁市场 然后这个的话我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可能一个建议吧 因为也看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投资理念是不同的 因为上一期其实讲到了 因为伦敦市中心一区的这个租户群体 主要是这个国际留学生 以及一些这个大公司 跨国公司的一些外派的一些中高管 所以在这个疫情的背景之下 在租赁市场上是受打击比较严重的 但是其实楼市本身的价格 其实它的影响相对来讲会是 相比于租赁市场是比较小的 那比如说二区三区四区这一些相对来讲 是当地伦敦人会租的这个市场呢 其实它受影响非常的小 所以如果大家想说我要去找一个 在疫情期间也是非常有弹性的 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产品的话 是可以看跟当地的这个实际的租赁市场 当需可以去靠近 那我也提到了就是说 在我从业的这个半年时间里面 这个疫情是我第一次碰到了 这么明显的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个空置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也想带大家看一下 就是过去的时候 伦敦的这个住房空置率是怎样的 因为在这个数字 我虽然第一个数字取得是16年 但其实一直到19年年底 我们疫情之前也基本上都是 1.71%左右这样的一个空置率 非常的低 那而且我觉得这个1.71% 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其实是有一个主动控制的 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伦敦本身就有一些 这个我们刚刚我们在上一期提到的豪宅 这样的一些房子 那这些房子很多都是 比如说一些高净值人士 他在伦敦的一个家 我记得客户里面就有小孩 比如说在英国读书的 那妈妈可能是一年来个那么几趟 孩子放假的时候才会过来 所以他其实常年空置状态 那这个1.71% 其实大部分的房子都是这个类型的 也就是说在伦敦租售比 还是比较健康的情况下 而且现金流非常健康的情况下面 很少会有业主说 我这个房子就是平白空着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在疫情当中 这个控制率上升到了3.4% 我也大概的了解了一下 应该这个数字在国际大都市里面 依然还算是比较低的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背景 跟这个租赁市场是有关系的 好 那其实今天讲很多东西都是 我想以一些实力为证 这样的话给大家一个 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我也一直在说 就是大家如果觉得是 比如说首次来接触这个 伦敦的地产 单价不想投的特别高 或者说是 我想要找一些当地人买得起 租得起的房子 更加靠近刚需市场 更加有弹性的这样的房子 我要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所以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个 就是例子 那我就选一个伦敦东三区的 一个楼盘 它的一居室作为例子 那我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伦敦的市政大厅 就是现在是在伦敦的 这个就是塔桥的边上 那这个很有意思 伦敦很多房子 它其实都已经卖 卖给了海外的人 那比如说伦敦的市政大厅 其实那个房子也是卖掉了 是海外资本 那它的租金是 很厉害的一个上涨 所以它要搬到 这个伦敦的东三区 市政府当然是说 我们不希望花那么昂贵的租金 我们希望把这个资金更多的投入到市政建设中 回馈到这个 我们纳税人 但事实上 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政治目的 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伦敦 东伦敦这个 这个这个整个东伦敦的开发 所以它把这个市政大厅 从市中心一区 移到了东三区 就是在咱们这个地方 所以我特别想把这个作为一个例子 是比较代表性的 然后再有就是 它也确实有大型的基建 上一期应该有提到 这个伦敦的Crosswell 就是女王县 这个是整个欧洲最大的一个基建项目了 它总共分两期 那这个第一期 它也确实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个新的车站 好 那我把这个房价和租金 以及这个中间我们的月供 以及持有成本 会跟大家聊一下 那上一期 其实跟蒙面霞有讲到 英国的这个房子 总体来讲 它的持有成本是低的 那大家来看一下 以46万英镑的房子为例 租金的话 差不多有1700到1800 这样的一个租金 那这个租金我也不是随便给的 这个租金的参考是什么呢 现在的租金大概是1600 现在租金是1600 一个是它本身就是疫情当中 其次呢 它其实现在的这个交通链接还没有特别好 它只是有轻滚站 但是呢 等到交房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有女王县了 这个女王县的好处是什么 它三分钟可以到仁敦的第二大金融城 叫金四圈码头 九分钟到仁敦的老金融城 这两个金融城加起来的工作人口 已经是达到了 大概是13万加52万 这么多的一个人口 工作人口 仅仅是工作人口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 年轻人去租房子 甚至买房子的 那所以 有这么一个背景 疫情之后 以及这个基建的一个大不跃升 所以这1700到1800 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租金预测 好 那我来跟大家聊一下贷款 因为上一个 上一期也跟大家聊到了 英国的这个房地产 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低利息时代 那我这里面 他给出了三套贷款方案 为什么呢 因为 针对于海外买家来讲 他的这个贷款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英国当地的买家 基本上 作为首套购房者 其实大家基本上 能拿到一点 一点几的利率 这个是 基本上所有人都能做到 但凡您能够拿得出三个月的 这个银行流水 三个月的工资单 只要您没有这个不好的信贷记录 那银行一般都会给您带这个 您薪水 税前收入的五倍 在疫情之前最高可以带到五点五倍 那这样的一个贷款利率 基本上您的这个首付能够有 百分之二十 就可以带到一点几 我们最低的 在疫情之前带到最低的客人 拿到过零点九九的利率 那一点二级一点五级 都是司空见惯 现在也能拿到差不多 一点五上下的这个利率 那海外买家 它会适当的不一样 它会相对来讲 利率会稍稍高一些 那我这里提到的几套方案的话 也带大家看一下 一点六九的这一个 它是一个两年锁定的利率 它大概的一个借贷率是50%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去追求低利率 那我的这个借贷率 就是可以高 可以低一点 我手付付的高一点 没有问题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只要这样的一个组合 而且有一个概念 我在上一期 听这个美国专产专期的时候 我听到了 我又发现了不同 我知道在国内 是很少有这个只还利息 不还本金的这种还款方式的 在英国非常的司空见惯 一般呢 手套房 自住房 一般是本金利息一起还 但是但凡牵涉到投资类的 一般都只要还利息 这个也有它的一个背景在 什么意思呢 因为如果您是自住房 它对风险的控制会更强 为什么 因为您这个房子 不会产生这个现金流 但如果您这个房子 就是出租的 银行就是自动认为 这套房子本身就是有 产生现金流的能力 而且因为现在的整个利率也好 租金也好 银行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担心的 您这个房子租金进来 还我的月供 远远都是这个很轻松那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您作为投资类的贷款 是可以只还利息的 而且是一个大 就是比例非常高的一个存在 那这一个您大家可以去算嘛 就是46万的房子 那带一半就是23万咯 只还利息的情况下 1.69的话 每个月的月供只有323.92 那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那我问一下 就是那个50%LTV 指的是首付50%对吧 对LTV是Learn to Value Ratio 就是它的借贷率 所以是50%的首付 50%的贷款 然后那个指还利息 是指的前面指还利息 后面才还本金是吗 对本金什么时候还呢 本金它有几个时间节点 大家可以还 一个是比如说 咱们做贷款一般 比如说我贷个20年 25年30年对不对 到您的这个贷款 到头的时候才需要去还 那大家都知道通账嘛 所以这个越到后面还 那你就越划算了 还有一个什么时间可以还呢 你卖房子的时候可以还 还有呢 因为我刚刚提到了一个概念 叫做锁定利率 还有浮动利率 那两年锁定 锁定期到的时候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两年期到了 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笔钱 我也不知道头去哪里 那我就还 还掉好了 那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还利息 好的 然后你说卖房的时候 还市值 你说就是最后还市值的 就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一次性把本金还掉是吗 是的 是的 它允许您在这个贷款 持有的时间之内 都不需要还本金 然后如果您在这个卖房 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贷款 到期的时候还就好了 还有呢 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会想说 那我还是希望能够一点一点去还它 那大部分的银行 这个不是讲的是个例 它一般也都设置了一个 很这个人性化的数字 比如说我每个月的月供是 323块92 我把这个钱还掉之后呢 它会允许您 每年还到您贷款总额的10% 也就是说如果我跟您借23万 我除了我月供以外 我还能还掉2万3 23万 对是不是 2万3 还是 2万3吧 除去12个月可能就是1000多一点点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本金也还上 是那意思 对吧 可能没有那么 我数学不太好 赶紧算一下 2300 乘上0.1 对 2万3 对 这是您最高可还的 是免罚的 免罚息 因为如果您还的更多了 它会产生一个银行的发息 这个发款 好 那你那个还有就那个首付比例是达到50% 所以那个利率才是1.69 如果首付低的话 那个利率会高是吗 对 对 基本遵循这个原则 所以第二个方案大家可以来看 如果说你选的大概是2.79 左右这样利率的一种一个一个利率的话 您可以看到贷款 它的这个借贷率最高可以达到7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也是只换利息 所以其实月供它并没有很高 因为只换息嘛 你这个70%是指的就是借款借70% 首付是30%对吧 是这个意思 对 30%的首付70%的借款 所以一旦利率比较高的时候 你的首付可以付的比较少 利率就比较高 那你第三个的那个利率更高了 那那应该是首付更低啊 应该是就是借贷率更高啊 你为什么50%了 其实我刚刚说的只是一个基本规律 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面都遵循的 那我放的第三个选项 其实它是一个四行选项来的 就是因为昨天也聊到了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在仁敦除了一些大的商业银行 高阶上的银行以外 那些高阶上的银行是针对所有人 但四行它是一个特殊的类别 它会针对一些相对来讲条件比较好的客人 但不是所有的四行都是像 就是女王的那个 这个四行这么这么高的这个门槛 因为有些四行它其实门槛并没有那么高 有的有的客人可能他同时贷款好几套的时候 比如说他的贷款总金额可能达到了80万 90万接近100万 他就可以进到这个四行的门槛了 所以不是只有豪宅可以进四行的门槛 所以我这个第三个方案其实是给的是一个 我们目前在做的客人里面一个四行的一个选项 那当然比如说我还有别的呀 比如说像三百分之三左右的 它也可以达到六成左右 那这个选项它可能是本金跟利息一起还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说我会给到不同的这个方案呢 是因为要看每个客人 他的这个选择和条件的匹配 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我有的选项是需要有比较好的税单的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您就可以去给到这个比较好的选项 但这些可能很多的咱们中国的客人 他可能收入跟税单是不匹配的 所以就会选一些银行 他不需要有税单 所以至于会选哪个方案 其实真的取决于说客人 他一是说我要追求的就是低首付 我首付越低越好 那我可以接受我的这个利率高一点 或者有的客人说 我就是想要去这个体验一下低利率是怎样的 我我现金流很足的 我可以多付点钱 所以是这样一个 就是说大体的一个规律就是你首付越高的话 利率就越低 然后首付越低的话利率就越高 对吧 基本规律是这样的 然后我意思你第三个就是稍微有一点 就是奇怪 就是那个利率那么高 3.6% 但是首付已经达到50%了 就是这块应该是不是写错了 还是怎么样 这块 没有写错 就是因为我给的全部都是实例 就是实实在在在做的案子 所以这个 这个它基本符合这个规律 但是我也想把第三个写出来的原因在于 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不一定能拿得到一点几 二点几 但是但凡如果能拿到三左右的利率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我想给大家给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利率的情况下面 依然这个数字是很健康的 所以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不同区间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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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这个这个对比 嗯 我明白 但是你大概那个第三种情况之所以 那当然就是当然了大家都想选择低利率嘛 就是你选不到低利率肯定是你条件会差一点嘛 所以我意思说你第三个方案利率这么高 是不是可能是外国人的原因还是什么的原因 导致这个利率这么高 我这里说的所有情况都是外国人啊 因为我们的听众基本上都是非英文 我明白那你就是怎么解释 就是贷款方案一和贷款方案三都是50%的首付 然后利率差了将近一倍都多 嗯 因为因为其实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像贷款方案一里面的可能很多人 比如说我只买个一套房子 他可能会选这个因为比较简单 但是呢有的人可能说我要同时我要购买三套五套 啊交房时间可能都差不多 我贷款其实是不是一套房子去贷款的 我就是三五套房子我一起去贷款 那这个时候像去走一般的商业银行 可能就比较麻烦一些 反而去走私行来的更快捷啊 而且就是呃我们的这个对比在于您跟自己去对比说 哎我有一点几二点几的我觉得我三点几是高的 但是很多我们的客人他不觉得三点几是高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不是客人感觉的问题 这个就是是一个理性的人他都会选择那个低利率 对吧你这个3.6意思之所以高 他肯定是有原因的没原因的话 那我不干嘛不选那个1.69啊 对不对 因为1.69可能他符合不了情况啊 就像我说的他有一个匹配的过程 如果您的条件符合不了 那您就选最更高的 对就是这个条件是因为什么条件造成这么大的差异的 这个一辈子这个差别 呃其实这个是银行自己的设定 就是银行他可以去选择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他的条件不是那么的高 他可能说我条件比较的低 我可以让很多的这个借贷人都可以来带我的款 那我就愿意多赚钱啊 因为我就算我的利率是高的 那还是很多人会愿意来申请的 但是如果利率低的情况下 他可能条件就可可了 呃行吧 我大概知道 就是说你可能这个就1.69这个利率 要求可能比较高 比如说是本地人啊 或者是有税单啊 或者是收入达到多少啊 你这个3.6的话可能 可能你是外国人啊 或者是种种的条件吧 比较差吧 然后你只能3.6 我觉得就可能这样比较好理解 差不多类似的情况 但是这三套都是比海外的人是的 1.69他也不需要税单 但是他对你的薪资收入会稍微要求高一些 对 因为你知道利率啊 就是尤其在这个低利率环境下啊 其实稍微差这么一点差别很大了 因为你拉长的是30年贷款了 或者25年贷款 这个1.69和3.6的这个利率 差别这个这个环息的会 你也看到了吗 就将近差了一倍都多了 这个所以差 拉长了看差别非常大 嗯 但是可能我觉得就是在实际操作当中 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方案一 他银行本身就不会允许 就是说我同 我都是这个 这个投资类的贷款 在我这个银行里面 比如说有做过两套 第三套他就不借给你了 就是哎 你已经有两套我们家银行的了 然后第三套如果再买 不好意思我们不借了 所以他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阻碍的 所以可能大家买到第三套的时候 就是哦 我不得不换银行 我也拿不到这么低的利率了 啊 明白明白 好呀那我们继续说 那讲了这个贷款哈 然后那个持有成本的话 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个就分了 就是说你买的是这个 Frihold的 就是说永久产权 永久产权就是说 你拥有这片土地 以及土地上面的这个房子 那如果拥有的是永久产权的话 没有土地租金这个概念的 那很多情况下面 永久产权的房子 也不一定会有物业费 或者是物业费可能是很低的 那这个物业费它对应的 其实就是你小区里的设施咯 比如说健身房啊 礼宾部啊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 永时啊 然后这个花园啊等等这些 还有这个比如说安保啊等等 那这个大部分的 伦敦的这个现代小区 其实都是有这个设施的 而且是租客非常看重的 这些东西 我说一个背景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其实大家在疫情之前 伦敦基本上是一个全民 全民健身的一个一个城市 特别是一些 这个压力非常大 工作节奏非常快的行业 几乎就是有这么一个风起 人人健身 因为它要保持 这种很好的身体状态 所以呢 伦敦的这个健身房 供不应求 那很多的租客 一些年轻租客 他可能是会去看这个小区 是不是有健身房 是不是有泳池 这个会成为他一个选择 这个物业的一个标准 因为可能有带泳池的 一些健身房 可能一个月的这个会费 就可能达到三百多磅 那我如果是直接是租这个房子 物业费也不是我交的 是不是 所以租客他会更看重这些东西 那土地租金就是 如果说 因为伦敦除了永久产权以外 租这个公寓的话 它有有年限的这个产权呢 它分很多种 比如说150年啊 250年 200年 999年啊等等 它有这个租约的 所谓的这个 这个有年限的产权 那这个时候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这片土地不是属于你的 这片土地是属于这个大地主的 我只是租了这个土地啊 但我这个这个房子也好 这个土地也好 它有这个比如999年的这个产权 所以这么一个概念之下 我每年要交一个土地租金 一个象征性的土地租金 所以可以看到 像这个46万的房子 它的土地租金才400磅一年 那其实贵的房子也都是便宜的 一般土地租金 大部分都是几百磅一年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会给 比如说 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租金团队的嘛 我们给您去做这个 找租客 然后出租 然后打理等等 我们会收一个8% 加VAT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费 VAT就是20% 所以其实8%就是 等于是 总共是9.6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费 因为这个20是交给政府的 我们实际拿的是8 所以我把这个持有成本 也把它列出来了 那我们的这个现金流怎么来算呢 就是我们一个月的租金 我要减掉我的月供 我要减掉我的物业费土地租金 跟这个拳头馆的这个费用 折到每个月来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我基本上方案一 我大概一个月能有1000磅左右的现金流 一年12000磅 方案二 我大概有600磅左右的现金流 折成一年就是7200 方案三 虽然刚刚我们也想说了 我利率其实挺高的 那您看其实现金流还是不错的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一点还有问题 就是把月供物业费土地租金和这些 那个租赁投款费全算进去以后 然后每个月还能有多少现金流是吧 是的 所以我特别想要说的像比如说方案二 方案二它总共才投入10%的收付 但您其实现金流可以很漂亮 所以上一期的时候 我们也想问到说 我这个租金我能不能去付月供 我的答案就是非常有自信的 我说是肯定的 你这个月供的话 有一点不同跟国内 就是说你是可以只付利息 然后一直这个利息付到这个贷款期限 比如25年 然后这个本金可以一直不还 放到最后再去还 是的 所以他每个月 就是你如果把本金也考虑到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说我估计还是能覆盖了 就是能把本金和利息全部覆盖了 但是呢就是现金流就剩下一点 一点嘛 但是也是还可以了 我觉得 如果你考虑本金的话 你算过吗 算过 我其实因为我们也有指望 就是本金利息喜欢的情况嘛 所以比如说像3%左右的一个 一支贷款产品 它是大概就是可以做到六成的这个借大率 就四成首付六成贷款 那它大概是3%左右 本金利息期还 这样算下来 一年还能够大概有接近小3000磅的监余 嗯 好那已经非常不错了 就是3%左右的贷款利率 然后首付40% 对吧 借60% 然后一年还能剩下3000磅 对吧 嗯 这个是有物业费土地租金的情况 那如果 大家说OK 我就非常执着的 我就要找没有这些成本的 或者说我的物业费 有的物业费很低啊 有些物业费 比如一年才几百磅 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算啊 就更容易理解一下子 就是我刚才也算了一下 你这个租金如果是1600 然后乘以12个月 对吧 一年的总租金 除以它的这个房价 这个租金回报率呢 是4.1% 对吧 4.1%的一个回报率 然后如果把你3%的这个贷款利率啊 给它这个覆盖掉 对吧 然后呢 还有1.1% 1.1% 把那些物业费啊 土地租金覆盖掉 基本就是正好 和这个 和这个这个 就是能把 能用这个租金啊 把这些成本全部给它覆盖了 嗯 是的 是的 而且您刚刚是用1600 就是说我 我其实未来的房价 用的是当前的租金 但如果更加客观一点讲 用这个1000 比如说 折中1750左右的这个租金去算的话 租售比 它不一定是1600左右嘛 所以就是可以符合刚刚您说的 因为我的这个 租售比就是4.6 那我三年级的利率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大部分人就是说 比如外国买家 中国买家 在那边买的话呢 比如说就买一套吧 然后利率大概是多少的一个利率能拿到 嗯 刚刚我说的那几种情况 其实他们都会有的 所以像1.69的这种 也很多的客人会去带 2.几的这种 也很多客人会去带 3.3左右的也有 所以其实这个就像 就是如果从比例来讲的话 我觉得没有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说 大家一窝蜂的去找某一个银行 是比较多的 那肯定首选 如果能找到1.69的银行 肯定去找1.69 因为这样的话 现金流剩下的就更多 投资回报率就更高 不一定 我们很多 不一定 我的客人他说 我能够做到七成的贷款的 三成首付的 我就选那个 因为他们可能 里面就是我要用最少的钱 我把这套房子吃下来 三成首付 七成贷款 对吧 三成首付 七成贷款的话 然后贷款利率 可能就到三左右 是吗 对对对 就是我这里面给 对我意思说 同等首付情况下 就是比如说都 就五成首付的情况下 大家就是说 会选一个最低的 那个贷款利率 这个没错 肯定的 大概率情况是这样的 是的 对我就说 正常的 比如说他就首付30% 然后贷70% 这个正常的 你这些客户里面 拿到贷款利率 大概是多少 二点几吗 就是我刚刚方案里面 给到的 就是 对对对 那还是可以 还是很低了 因为国内首套房利率 是现在都五点多吗 五点多 二套房都五点七了 对不对 然后 比这个英国 差不多高 伦敦高一倍 对吧 高一倍 然后再加上 他租金回报又不行 国内这个一线城市的 租金回报率 只有1.5%都不到了 像北京 上海 深圳这种 对吧 而且越过的房子 租金回报率越低 有些甚至只有1%了 然后呢 首套房的贷款利率呢 又是在5% 对吧 他其实倒挂了4% 你这边呢 就是相对比较好 就是租金回报 在4%左右 在4%的样子吧 基本我估计 4%的样子的话 然后贷款利率又比较低 对吧 所以你基本的 还是能涵盖这个成本 就是说 有没有现金流 就是净现金流 不说 至少能把这些 全部cover掉 能够覆盖掉 什么物业费 土地租金 月供 这些东西 基本都能覆盖 算上本金 其实也能覆盖 差不多 是的 一方样方 然后刚刚 刚刚这个 蒙面霞说到的租售比 伦敦大概是 3.5到4.5之间 那像这个 也是跟国内是一个 规律是越贵的房子 他租售比 其实反而是越低的 所以像市中心很多 可能只有3.5左右的 租售比了 但是比如说到 二区三区 这些刚需的市场里面 就能找到4.5 甚至可能4.5以上的 都能找得到 而且讲到租售比 这个概念的话 其实我觉得 我可以在后面的 个人的这个案例分享里面 可以再多聊一下 因为这个确实是 跟这个肩轴是有关系的 好的 那我觉得可以 以我自己的个人的案例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就算是 比较典型的小投资人 因为也没有特别高的 起始资金 然后也是就是 趁着这个工作之变 然后碰到好的 这个项目就是入手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2013年的12月 因为那会儿 刚好我毕业 一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工作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那时候 其实是 刚刚是职场小白 那我就观察 我说哇 我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啊 我大概一半 都得交给房东 然后我就跟我爸爸妈妈分享 我说这边的这个租金很高 但是其实房价 并没有很高 所以那会儿 我爸爸妈妈就赞助我 就说那好 那你就去买房 我们给你付首付 然后我刚刚也分享了 就是说我的这个税前收入的 4.5倍到5.5倍之间 就是约等于就是5倍 我就是是我的贷款总额 所以我算一算 爸爸妈妈能给我多少钱 我能够这个贷款 贷出来多少 其实基本上就是 我的手套房的这个预算 所以我当时就是 比较快的速度 我就在13年的这个圣诞节前 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当时其实也基本上 没有太多的这个可以犹豫的地方 是因为再不动手也就没有了 所以当时选了这第一套房之后 因为在处在整个英国 伦敦的这个房价 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的 这样一个快速的增长时间里面 所以呢 14年15年 一直到16年年中的脱欧公投 这个两年半的时间 其实涨幅就已经超过了40% 那这一个房子 其实我目前已经是不住了 我把它租掉了 那我这个房子 目前的这个6.3%的租售比 其实是用的是 在疫情当中的数字 疫情之外的话 我觉得应该6.5以上是可以的 那它的这个特点就是 我这两年租金 我一直在涨 涨到这个疫情到来 但我这个房子 当年的买路价就是那样了嘛 所以我的租售比就很高了 所以 那 第二套 其实我是在2014年的11月买路的 那这一套房子 我问一下 你当时就是第一套买的时候 首付付多少 很高 很低 很高 我当时大概应该是 您容我算一下 还有那个贷款利率 很低的 贷款利率是很低的 我当时的首付的话 差不多有这个 50 60 接近小60 就是我只贷了4成的这个贷款 因为 因为英国当地居民的 首套房的贷款的这个额度 就是您税前收入的 4.5倍到5.5倍之间 是这么一个数字 所以那个时候利率 利率就一点几吧 我记得没有 利率才一点几 然后你首付是40%对吧 其实无所谓 就是说您贷款的这个 只要您的借贷率在80%以内的 就是首付能够付上20% 其实在英国当地的自住的人 基本上可以拿到一点几的利率 真的很低 非常一点 而且它真的就是 我在疫情之前 我们有很多当地的客人嘛 我们也都是全程跟踪的 包括贷款什么 我们这边也有贷款 顾问会管的 那当时我真的看到 好几个客人都是1.2级的 我也挺羡慕的 因为我也没拿到过1.2级 我1.7啊什么 这种比较多拿的 就是外国买家拿到1.2了 没有就是英国当地人 那我当地人的定义 就是英国的当地居民 也就是说 他可以完全不拿英国的 这个永居 或是英国的护照 只要是在英国纳税的 在英国当地生活的就可以 OK好 对第二套是14年买路 那其实这个时候 我爸爸妈妈不是很支持我买 因为当时也觉得 我年纪特别小嘛 然后就觉得 已经有自住房了 怎么还折腾 这里我要跟大家 就分享另一个知识了 在英国呢 一套房子 它名下可以 就是四个人持有 这四个人 可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我当时就真的找了 三个朋友 我的三个好朋友 就说 我想要买这个房子 我觉得它有前进 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买 那朋友很信任我咯 他只问了我两个问题 第一个 那这个房子 因为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就是要做楼花的转售 其实就是 卖楼花 其实是一个 我不能说它是一个投资 我应该把它认定 为是一个投机行为 因为那时候整个房价的 这个增幅很大嘛 所以我当时的那个房子 买入是47万5 那我其实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就卖掉了 卖的是51万1 所以它的整个 楼花转售的投资回报率 还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它的投资回报率 这么高呢 是因为我不是买下的是 所有的这个100%的这个钱 我花的是20%的钱 而我在房子 交房之前 我就转手卖掉了 所以 你这一次就是买的 找另外三个人 四个人一起买的 然后这个房子是 总价多少 47万 47万5 47万5 然后那你们买的时候 都要贷款吗 不用啊 因为当时我们只需要 付20%的首付啊 还没有到交房的时候 付20%的首付 或者拿下来了 然后到交房的时候 你就转手把它卖了 是的 是的 所以 然后卖了以后 你就赚了那个差价 然后差价大家一分就行了 然后再把那个20%的 那个首付的钱 再还给其他人 对吧 对对对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而且就是说实话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昨天的时候有讲嘛 就是诶 那伦敦为什么没有人炒炒房 其实我刚刚说的 这个楼花转售 就是一种炒房的一些行为 我们在131415 脱工头钱 还有专业这样子炒房的 因为我刚刚说到的 那个例子里面 比如说我是五十一万一 还是五十一万八 我记得是一个具体的数字 我当时卖掉的时候 开发商其实同样的房子 他可能已经卖到了五十五万了 所以我就是比开发商 卖的便宜啊 那我还是能够赚很多钱 明白 那你这个第二套 就是它是一个 预售的房源 就是楼花 就是预售房源 交房是在2016年初是吧 呃 交房应该是在2017年 就我是14年年底买的 它是交房时间 大概有小三年的时间 那你上面写的 为什么就是16年初 就可以把这套卖了呢 因为它可以允许您随时卖掉 只要您交了20%首付 随时都可以卖 啊就是不不不一定要这个交房的时候才能卖 就是只要你20%首付交完以后 随时都可以卖 对因为我记得没有错 我还是2017年的第一季度交房的 所以我提前了一年卖掉了 啊那你那这个回报率也没有38% 你那个价格是47万5 然后卖的是51万对吧 我们可以算一下数字吗 好我明白了 我们不用算了 因为我知道你是用20%的首付算的 就是你 对因为我们真正投入的资金就是这么多 没有跟 因为你父母不支持你嘛 所以说你其实做了一个就是像你说的投机行为一样 然后用很少的这个首付 然后就是赚了赚了一笔小钱吧 可以说 对吧 是的 但是但是他我也不是说完全是没有没有这个就是backup的 举个例子 就是当时我的朋友说我们一起去没有关系我听你的 那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卖不掉怎么办 我的回答就是如果卖不掉就去做贷款 就是可以做的吗 就真正把它买下来吗 对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是可以做的 像像那个在我们当地自己在这边生活的话 掉套的这个贷款 他就跟您的收入没有特别大关系了 您的收入只要能够符合一定的要求 接下去他贷多少钱是跟您这套房子的租售比有关系的 所以我不需要就是我第二套我只能贷那么少的贷款了 我贷款一下就上来了 你一下子可以贷到80% 但同时你的贷款利率肯定也就不是1%了 可能是3%对吧 对对对 他其实投资类的贷款 他就作为我们当地人 如果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永居嘛 那我没有永居的情况下面 其实如果您是工作签证或是等等这一类签证的 他其实这种我们称之为buy to let 就是买来是为了出租这种投资类的贷款 那这个基本上在市面上能找到的都是三左右的 是比较多的 所以去对比一下 发现其实跟国际买家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 我可以准备比如说三成的时候付啊等等的 因为已经付了20%了嘛 那我再去准备个10% 还是四个人一起准备 那我年纪再小我也是准备的出来的 所以就是没有就虽然是一次投机行为 但其实是一个有有这个plan b的一个投机行为 嗯好那在16年因为我们卖了这个房子嘛 所以我也有一些现金回流了 然后爸爸妈妈说 哎其实好像我还有那么点意思 所以他们就说那我就再支持你一下 所以在16年初的时候我又买了两套 买了两套当时就是父母等于是又给了我一些现金 啊所以到16年为止其实我的投资 所谓的投资其实都用的本金都不是我自己的 就只有在14年的时候我稍微拿了一点钱出来 那16年年初的时候买到的这个第三第四套房子 到现在为止因为是16年年初买入 1618年的这个年初就交房了啊 啊它是两年左右的一个期房 那我现在去看投资回报率也差不多 就是两套房子分别是一个5%一个4.2% 这些全部都是疫情当中的数字哈 因为疫情之外其实数字还要更高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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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首付是多少大概付了多少 嗯我这两套的话有一套目前的首付是只有二成 两成就是80%都是贷款 有一套是大概是呃五五十几的贷款 就是四十几的首付 那贷款利率呢 贷款利率就是都是三点几嗯一个三点二九一个三点七九 嗯然后这两套的那个租金现金流能够覆盖这些成本是吧 挺不可以啊八成这个也行哈哈 对因为它只还利息嘛就前面所以也肯定能覆盖 对的是的而且就是这个这个房子它确实符合了我刚刚上面讲的很适合投资的一点是它有它有物业费它是有设施的像比如说前台啊花园啊这些小的健身房它都有该有的都有了但它又不是特别好的配置所以它物业费也不高啊 所以其实我我相对来讲月供以外的支出就比较有限了 嗯嗯好的 嗯那 18年开始其实到后面的房子开始我基本上就已经不会再需要任何这个父母的支持了哈 所以我我为什么就是说到呃在18年的时候我4月份又买入一套呢 那当时其实16年买入的这个两套房子其实在18年的3月份交房的所以我其实18年4月就买入 我那个当下其实挺穷的因为现金基本上都枯竭了能够用的现金都拿去填了 但是因为18年的那个房子是在市中心的一区的房子因为我我买房就是应该算是从农村包围城市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你从周边包围这个这个区域我最早从4区开始买4区买完之后买3区3区买完之后买2区 那我18年时候其实就买到了伦敦一区了那当时确实就是很心动房子也确实非常的好 而且核心的伦敦市中心的房子的土地非常的珍贵 就是基本上这个楼盘开了可能就很难再开下一个 因为市中心它这个很多地它跟国内不太一样的是国内可能政府一声令下我拆迁我就拆迁了 那伦敦市很多房子它都是保护建筑一级保护建筑二级保护建筑它根本动不了 而且很多也确实是私产那私产如果私人不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确实很机会难得然后当时也确实就是它是一套七房 所以而且它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是首付只要5% 也就是说我5%的首付我就可以把这套房子拿下 后面的钱5%再5%就是它后面再交了两次5% 就是都是隔半年隔一年 所以我的现金流是比较的这个缓慢的流到这个房子里去的 所以我当时算了一下我就真的就是摇摇牙买下了 那这个房子也就是在去年的7月份交房了 所以去年的7月份我真的是我觉得是被上天眷顾的 因为我的房子是7月14号交房 大概是7月8号政府出台了印花税假期 也就是说我明明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多出来的1万5 我就深深的少了这1万5就是赚到了这个假期 就在这个时间以理所以就不用花这个钱了对吧 对而且就是我但凡早一个星期交房我就拿不到了这个1万5的减免 所以就运气很好 我再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这个付啊 比如说你买一个这个七房 然后你的大部分钱包括贷款是交房的时候交 还是什么时候要付呢 就是包括首付 是这样的 英国的这个新房啊 它是这样的 如果您就是或者我说一下它三步走 第一个你是预定它 预定它一般您交个什么2000帮左右的定金就可以了 那它会给到您一个月的时间去准备这个10%的首付 或者是5%就看哪个项目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是10% 那您这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把这个10%交上它可能接下去的这笔钱就是一年以后再付了 或是半年以后再付 那大部分的房子都会要求您在交房前就是它会付个10%15%或是20%25%最高就是到25了 它不会再给您要更多的钱 剩下的就是到交房的时候 那比如说我我能够带七成的首付 我前面已经付了25%了就是可能很间接性的一点一点付 我到交房的时候可能再拿个5%的首付就够了 我就可以称交房了 您意思就是在那个交房前啊就是付到可能最多也就付到25% 然后交房的时候再把剩下的5%的首付补上 就是一共是30%的首付嘛 对吧 然后再把贷款办下来 然后就可以了 就可以过户了 对吧 当然就是说我们说到的都是比较严谨的讲法 就是up to 70%就是最高的启程 所以在实际情况中可能不一定真的全部都能拿到启程 我是有的这个客人 但有些可能说我最终拿到的可能是68 66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客人说 首付还是要稍稍多准备一点的 明白 然后这个首付而且就是您意思不需要一次性就准备出来 所以它比较平缓对吧 就是在交了定金一个月以内 先准备个5%还是10%的 然后后面再在一年之内再把另外10%再交上 然后第三步就是在这个交房前再把那5%交上 就是它这有这么三个三个缓和期限是意思吗 对对对 它一般都是交 就是下一笔10%可能都真的是一年以后的 或是半年以后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国内的买家是更友好的 因为我们钱可以一点点慢慢出去嘛 也不打眼 然后也很安全 自己的个人额度就可以了 或者是家人的个人额度就出去了 嗯嗯嗯 是蛮好的 好那你继续 嗯好 然后呃那这个 所以这个2018年买路的2020年之套我就自己住了 那呃这个也有一个背景 因为我也不是非得搬家 我原来的地方虽然远 但是住的很舒服啊 就是呃东向南向的朝向对着花园 一个人住两房也是很舒服的 但是我确实是考虑到了这个租赁的背景 一个呢我我我们创业之后确实我无时不刻都爱工作 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确实在整个疫情里面 市中心的这个租金是受到打击比较大的 所以那我就来住市中心好了我自己 然后我就把这个呃受影响比较小的这个房子我就租掉了 那确实就是呃在这里就真的很方便 我我我到哪都是很方便核心的地方 所以这个背景之下呢在2020年的6月呃 呃这套房子是完全在我的计划之外的 因为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我持有四套也就差不多了 不需要再继续买入同类型的投资了 但是这个房子当时出来的时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信力的房子 因为首先伦敦的西伦敦的房子很少见 而且我自己的投资基本上是北边东边市中心 我也没有在西伦敦 然后而且当时我也买的是一个小户型 他也是受这个女王线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影响 呃他就在女王线的车站隔壁 所以我当时就呃算了一下 因为他交房时间很久 2024年才交 所以我就想说我提前四年买这个房子 单价也不高啊 我当时那套房子才不到40万 但是几万里套小户型的房子 所以就算了一下现金我们直接买了 嗯嗯不错不错 就是这个这个资金压力也不大 而且他付款是间歇性一点一点付的嘛 2024年才交房 所以说你现金流云一下也可以的对吧 是的 这套房他现金流很有意思 他是付10% 过半年2.5 再过半年2.5 再过半年5% 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付满15% 对 一年半的时间付满20%就可以了 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我我后面的两个2.5 我就基本上不用算 我肯定拿得出 我只要第一个10%能拿得出就可以了 嗯 明白明白 这个英国的这个这个首付的方式很有意思啊 他不是一次性让你出来 而是可以给你一到两年的一个缓和期 一点一点把这个凑足啊 这个很好啊 可以解释一下背后的原因 因为我陆航做的是甲方嘛 原因是因为在英国其实 呃不像 我知道国内其实是拿的是买家的钱去造房子 英国不是的 英国是开发商自己的实力造房子 所以像像这个有些开发商是没有 就是有些上市公司的开发商 他是没有借贷的 他就是全靠自己的现金来运转的 然后还有一些银行 可有些开发商是跟银行要借贷的 但他其实都是在造房子的时候就把钱借出来了 所以本质上来讲 他基本用不到买家的钱 那这个买家的钱去了哪里呢 我解释一下哈 这个就看这个开发商的资质和他的这个协议是怎么签的 呃很多的情况下面 这个10%也好 20% 25%也好 这个钱还是去了开发商那边去拿去造房子了 那有一些开发商 他他还拿不了这个钱 他这个钱是给到了第三方 啊就是他是一个是一个这个就是第三方的这个监管机构 拿着这个钱 你交房的时候开发商才能拿到你前面的钱 所以他更多的是一个买家的一个意向进来了 他都不是作为这个开发商这个造房的成本 呃这个投入 呃现金流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闲聊的时候讲到这个烂尾什么 这个在伦敦是很难有的 因为开发商他的门槛很高 嗯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 就是在国内确实现在越来越广 普遍的就是出现烂尾楼 主要就是因为他拿地他也贷款 然后在建房也贷款 然后这个呃客户的这个首付款啊 预付的这个资金啊 他有时候也会占用和能用监管也不严 所以经常出现这个楼啊 就是开始建是开始建了 但建到一半了 他就资金链断裂了 或者怎么样 因为这个开发商玩的基本都是空手 咱们不说空手套白狼吧 也是杠杆率非常高的一个游戏 对不对 所以他抢救高周转了 你看这边国内的这个房子高周转啊 六个月十个月就给你出来 对吧 他抢救高周转 但是你看伦敦你说这个房子 都要两年三年才能建好 而且这里面钱呢 还基本是靠自己的自有资金 或者说是跟银行借的钱 至少反正不用不用客户的钱吧 对的 大概率时间不用到 或者说他就算用到了 可能也都是小额的嘛 因为我们首付也付的少啊 那刚刚就是讲到的这个跟国内对比 我特别回忆起来 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呢 也去做过一些调研跟这个对比 因为疫情国内刚刚爆发的时候 我应该记得没有错 国内有出现什么打折的 什么七折八折 应该是有过的哈 这个情况 因为当时 对对对 国内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有意思 有客人就来问说 哎 伦敦的房子打折吗 我们说不打折不打折 因为 因为 因为那个当下 我们还去问开发商 我说那 你们对于这种危机是怎么看 他们说我们手上 银行你的账户的钱非常足 我就算从这一刻开始 我一套房不卖 对我们的影响是没有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疫情期间 伦敦的房价 就是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脱欧这种 这种就是我觉得 对于一个 整个国家 未来有颠覆性 这样的事情 也没有出现大的浮动 就是因为这样子 很稳 然后接着你讲一下 就是上面你做三次 remortgage这个事情 没问题 所以就是 因为刚刚上面 这个摸面下 有问到 就是说我的这个房子 租售比怎么样 其实我自己也去盘了一下 因为我现在五套里面 有四套是 已经是交付的状态 那我其实有两套的 这个借贷率 也就是说我的首付 是比较少的 这个杠杆是比较高的 那有一套是超过了75% 有一套是超过了80%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情况 其实是因为我做了这个remortgage 或者说我们可以用 翻译一下 可以说二次贷款 这样准确吗 我们也想 可以 对 你可以这样说 因为利率在调嘛 利率在变 所以说你重新做了再一次的这个借贷 就是这个借贷 对 等于就是 就是等于是一次新的了 只是说 他这个remortgage 他可以跟同一个银行继续借 那我在13年买入那个房子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我当时只付了40%的收付 而且当时的房价 有了一个非常质的费率 所以我跟自住的这套房子 我连续借了两次 我连续借了两次 因为有这个房价的增幅在 然后所以我已经把当年 我爸爸妈妈给我的首付 已经全部借出来了 我不好意思 我刚才解释错了 这个我理解成美国的那种 就是refinancing 就是再重新签一个借贷合同 比如说原来在这个18年的时候 利率是5%的这个利率借的钱 对吧 现在利率 基准利率不是降了吗 然后房贷利率也降到 只有2.75%了吗 他就可以跟银行啊 重新做一个这个 这个按揭的合同 然后把这个这个贷款 按揭贷款利率啊 降到2.7%啊 或者是3%这个样子 所以这样的话 他不是融资成 这样的话 他每个月还的首付就低了吗 就是说这个融资的成本 就降下来了吗 那你说的这个remortgage 是指的就是把你的这个房子 再抵押给银行 然后往出套现金 对吧 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萌面侠 就是为什么您这边会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优化的一个过程 是因为你们利率的变化大 但是在英国这两年利率 都是这么低的情况下 所以其实大家没有人注意到 是我的利率有变化 但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我 我我我其实也懂 就是说 但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确实在实际操作中 是会有不同的 刚刚萌面侠说的这个 就是我在投资的那套房子里面 就是这么做的 完全就是来一个新的合同 新的合同 然后是利率什么的 其实就是当前的 但其实是利率是一样的 没有太大变化 然后他重新签了一个合约 本来比如说 我是只借了五成 我现在借到了八成 所以我的loan amount 我的借贷的这个总额增加了 但利率没有什么 那我问一下 你原来是借这个五成 现在后面借成八成了 那另外的这个三成的首付 他把这个钱就给你了是吗 对 这个钱就直接进我的账户了 而且不用交税 这个是最棒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这个钱 就是这个remortgage以后 利率可能也有点变化 但不大对吧 但是关键是 你把那个借贷的 那个比率发生变化了 一开始可能首付50% 后面变成首付20% 这样多的那30% 你就可以现金拿回来 是意思 是的 而且就是说 他确实有伴随着 一个房价的增值的过程 因为我自助一款房子 他的涨幅就在嘛 所以我可以把 把这个涨幅给吃回来 就是我用现金的形式 兑换出来 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数学 就明白了 我10块钱的房子 我投入了4块钱 那那我第一套房子 是本金利息一起还的嘛 所以我可能还了还了 我现在只剩下3块钱 欠银行 那我这个时候 我这个房价 比如说是20块钱 那你从原来的40%的借贷率 这个时候就变成15%的借贷率了 那你可以慢慢的拉 可以拉很多出来 就是说你借的 那你涨到这个20的话 然后他给你 银行能借给你多少钱呢 如果以这个75%为例的话 那你20的这个钱 那你不就是20乘上0.75吗 你就有15了 你可以拿15块出来 就是可以拿15块出来 对吧 对啊 OK 我明白了 就是你 我明白 对我明白 就是你这里面还有房产的增值 然后这个增值的部分 它是以那个作为评估价的 然后再重新给你做一个 对 对 就是我们 我们刚刚那个10块钱 如果你跟银行借4块 那其实银行 银行借给你4块嘛 但是如果你20的时候 你还能乘上75 那你跟银行借了15块 所以15块到4块的一个区别 就是你在这个中间 又多拿了11块出来 那就是这个杠杆 就是其实又是个放大的过程 只要这个房价上涨 然后你其实就可以拿出更多 跟银行啊 可以借出更多的现金 那你跟银行借的这个钱 银行的给你的利率是多少 都是低的呀 没有变化 还是三左右是吗 第一套就都是一点几的利率 然后那个投资的那个贷款 那个就是三年几的利率 没有变化 这两年的利率 我知道但是你20的话 不是银行 比如说借给你15%吗 借给你15的这个 这么多的钱 这个的利率是多少 就是我的第一套自住房里面 做过两次remortgage 那个借的都是一点几的 然后我另外一套房 就是13点几的 我借出来是三点几的 明白明白 就是原来的那个房贷利率是多少 大概就还是多少对吧 那你这个理论上 如果这样杠杆去操作的话 只要房价稍微涨一涨 或者是持续不停的涨的话 那你这个可以不停的买房啊 不停的买呀买买呀 对 而且remortgage 面对英国人来讲是很熟悉的 他们倒没有像我们华人一样 就是说哎呀 我要不停的去增加我整个portfolio 他们想的更多的是啊 我觉得我家想要把它这个 这个重新专修一下 然后我买 我去remortgage一下 我拿笔钱出来 哦 我想换辆车了 我想换辆好车 我去 我去把房子remortgage 我去买车 所以他们是 这个remortgage这个概念是一个 然后大家都非常 这个稀松平常的 大家都接受 并且在做的一件事情 而且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您是借贷嘛 其实等于他其实也是一种借贷 所以是没有 你这个其实有点像国内 这个尤其去年疫情以来 深圳玩的这个金银贷啊 他们那个金银贷款 就是因为房产的固执是提高了嘛 然后从银行里面再去套钱 套了钱以后再去 再去买房 呃 加杠杆 就是有这个效果 有这个好的效用 因为你只要房价在涨 然后用新的评估价 然后再去贷款 那就贷出来的就会 现金流就会更多 你就可以买更多的房子 是的 更大的杠杆 是的 是的 而且我我我昨天不是呃 有跟您分享说 我自己去看了一下 我手套房的这个贷款页面嘛 我发现我现在的整个借贷总额 已经高过当年的房价了 就是就是你从第一套房子里面 拿出来的钱 借贷的这个钱 已经抄出来 你第一套房子当时的价格 对对对对 然后然后而且就是银行 也不会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那个页面上显示 我这个房子的价值 它是有做评估的 就已经是 而且他还做了两个数 一个数字是英国的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评估的专业的人士 他会给出一个偏低的数字 然后他还会给出一个高的数字 所以他把两个数字 就是您这套房子 在市场上的大概的一个价值区间 他都给您标好了 我这套房子如果我来卖 我就他差不多就这个价 然后他基于那个上面给您借贷 OK明白了 好那你继续 嗯好 然后刚刚因为有聊挺多的 这个就是做二次贷款啊 等等这些 所以我除了这个 其中两套就是借贷率是比较低的嘛 950级或是刚刚超过60 那另外两套借贷率高的情况下面 我的租金说进来 依然是可以实现一房仰房的 那我觉得这个也很理解 因为我的这个买的 买的时间比较早 比如说我13年 或者是16年买的这些房子 我的租售比已经都是 就是低的也要至少达到4.2嘛 那高的有6.3 所以怎么怎么折腾 其实都是够的 而且再有一个背景 就是说确实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 buy toilet的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是可以只还稀 不还本的暂时 当然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是适用于很多 在英国当地生活的人 那我我今年夏天拿永居嘛 那今年夏天拿完永居之后 我这些所有三年级的利率 就马上会变成二左右 因为有了永居之后 立刻借贷的选项就变多了 有人永居以后借贷选项变多了 然后利率可以更低是吧 对可以低到二点几投资的这种二左右 然后我自助的还是一点几 自助还点啊 那就会非常低了 嗯 那这样的话 您看我可以有六点多的 那个租收比 我可能只有二左右的一个利率 那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是是是 你这个对 这个伦敦你要就是这样的 现在一个租收比啊 就简直就是你要给这个深圳人来看 或者是那就是十年前 他们那种黄金岁月 就是这种哇 架着杠杆狂买的时候 因为在十年前 深圳房价也不贵 对不对 那个时候那个租收比也好 也能达到4%甚至5% 然后而且房价又是一个 不断上涨的过程 那你在过程 这个过程中 那当然就是一个投资房地产的 一个黄金时代了 只要不要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可以 是的 而且确实我觉得英国伦敦 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脱欧的这个背景嘛 所以这这我觉得租金的一个变化 跟脱欧这个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确实非常多刚需买家 他真的就是没有买房 而是去租房了 所以他进一步推动了租金的上扬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这些早 我再问一下 对我再问一下 因为这个首付的门槛不高啊 就是你租房的话 与其这样的话不划算 干嘛不买房呢 我意思就是英国的很多人 包括就是反正从欧盟过来的以后 对他们为什么不买房 因为跟我们国内的文化不一样 咱们国内像你看我前面的投资 我爸爸妈妈都有帮我 对不对 这个感觉特别是买手套房 我觉得父母帮忙 这个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这个这个普遍的 但是在英国不会 很多年轻人就真的是靠自己攒手付的 所以他们要可能要攒到三十多岁 他们我人生中第一套房 可能我才不到二十六岁我就买到了 但是他们可能真的要到三十几岁 才买到第一套房 所以他们会经历很长的租房时间 这也保证了我们充沛的这个租客的这个这个客源 当然就是其实这两年也有变化 我们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bank on debt 或是bank bank grandma and granddad 就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年轻人他都是爸妈或是祖父母帮忙 因为他们真的出不了手付 那我自己身边的朋友里有这种就是 爸爸妈妈帮忙了手付之后 他还还给他们的 就是爸爸妈妈等于是给了你一个无息的贷款 所以似乎有慢慢有出现这个情况 因为确实就是 而且我身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年龄接近三十岁或三十岁上下的一些年轻人 英国当地人 他们已经已经已经到了可以买房的年龄了 但是就是就是这个 他从毕业很多年轻人可能二十二岁就开始工作了 一直到三十二岁 十年期间他都在租房 但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有查过 英国的平均的这个买房年龄是三十六岁 我记得没错的话 好呀那我最后聊一下这个Portfolio Investor 就是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个概念呢 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引发的一个思考 因为英国它确实就是说是一个税务很清晰的一个国家 就是他我们我们比如说虽然我自己是自己的公司 但我也会给自己派薪水嘛 那我派薪水的话 我们有个东西叫PAY 也就是说公司在派薪水的时候 个税就直接交上去了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净手仪 就是最后税后的收入每个月 那我们的租金收入 这个是自动保税的 就是叫self assessment 就是说自愿去保税 那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投税肉税 像我每一笔的收入 我也都实际老实实全部都上交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牵涉到说 OK那我收入越高 比如说我等到我第六 第五套房也交了 那我可能四套房的租金我都在收 我自己还给自己派薪水 我可能以后还有别的投资 还有别的收益 那这个时候我的进账就很厉害了 这个时候我的这个 个税也交得越来越高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去规避这种情况呢 这里就出现了 就是说如果您是一个portfolio investor 您不是只投一套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客人 其实一开始他就是试个水 我投了一套对吧 我觉得比预想中好 或是没有离开我的预想太多 我继续买我继续买 我的客人里面买到最高的是一位姐姐 她已经买到16套了 那像这样的客户 我们早早的在她买第三套 第四套的时候就建议她 要用SPV去取 SPV就是这个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就是它是一个 以特殊目的来这个注册的一个公司 非常的方便 就我上次也吸筹我说13磅就能够注册下来 然后呢您用这个公司去不做任何别的用途 就是持有房子 所以您把它这个房子 以一个个人房东的行为 变成了一个机构房东 所以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好处就是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回到我们刚刚这个为例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买的这个房子是二点几的利率 然后我投了30%的这个首付 我拿下了 我现在的现金流就是有7200英镑 对不对 那或者说我可能带的这个款项是要本金和利息 喜欢就是等等 你最后的这个结余的部分 以企业税去支付 跟个税 它是不一样的 那你如果是以企业税的形式 首先所有的这个利率啊 什么支出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交税的 只有您的纯利率的地方 纯收益的部分去收税 现在英国的这个企业税是19%嘛 所以就是说您的这个上税的部分就会很少 还有一个是什么 您的这个资本利得税 如果您这个房子未来要卖掉了 那赚钱的这个部分 资本利得税是分18%跟28%这个档去收的 它也是分断收 那大部分的人可能纯收益部分 也就是说您的这个房价 比如说当年买路是46万 我未来卖出去是66万 那有20万的这个收益的部分 要减掉比如说一些投资出 主要是一个佣金的一个 就是出售的佣金的一个支出 可能最后算下来的这个纯收益部分 要去缴税 缴税的大头都会落在28%这一档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是用SPV持有的 那最后的纯收益部分 您也只不过是交个19%的企业税就好了 所以它是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的 说到这我问一下那个就是 卖房的那个佣金是多少 这个佣金是买家付还是卖家付 在英国全部都是卖家付 所以我们现在作为买家 是不会存在任何的佣金这个概念的 那未来如果说您这个房子 二手房要出售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早年间的客户 已经委托我们卖了好多房子了 那我们基本上都会收一个 2%左右的一个佣金 好的 这个对 美国那个上次聊也是这样 但它可能是稍微多一点 多一点 然后就是其实买家的佣金也是卖家来付的 就是买家买房不需要付任何佣金的 是的 所以像我们做这个主要做新房交易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客户群体嘛 主要是买新房 那这个佣金其实就是开发商付我们的 嗯 那那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确实还有这个行规 大概的这个数字也都 多多少少都差不多每个开发商 然后我们也基本上整个仁敦的这个房源都有 所以可能这个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 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角色 对刚才你讲的就是主要是给客户买的都是新房 就二手房为什么考虑的少一点 上期有提到因为不是我们不给他们找 是因为客人很大的情况下也不符合要求 因为我们的贷款的周期比较长 就是最快的可能也就要一个读月了 那还得准备材料等等 可能加起来真的确实是很难 马上做出来 时间久的可能还有三个月或更久的都有呢 所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当地买家 我有说到最快的我们两个星期就能拿下贷款 怎么跟当地人去拼呢 嗯 这个很难 国际买家就慢点这个国际买家他的钱 如果从香港直接过去可以吗 可以的没问题 嗯 所以所以就是因为在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 是会有这个律师介入的买家律师卖家律师 所以这个资金他都是会进到律所的这个这个客人客人账户的 嗯 好的行好继续 好的啊 其实我们已经快讲完了啊 最后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 是未来的这个英国也好 伦敦也好楼市的预期 我也想说一个这个英国人的特点 他们非常的保守 他们基本上去看就是对自己的国家的各种问题 抨击的最厉害的都是英国媒体 啊 所以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 但凡有点风吹风吹草动 国内的这个风平就不太好 因为英国就是一个非常critical thinking的一个国家 就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的这些预测数据都是给的相当保守的啊 所以未来的几年的这个房价的增幅大概是啊 这个二十二十五左右吧 二十二十五左右这样的一个增幅 那为什么呢 就是其实这个想要给大家一个就是分析下的原因 或者说它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一个是我觉得现在的整个楼市 它跟经济的整个整体面貌其实有关系的嘛 所以疫苗的推广 我们这个疫情的控制情况 它也是跟这个经济的整个恢复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是目前英国政府做的非常好 而且我自己有客人也好 有朋友也好 都是在这个欧洲国家的 那跟他们聊的时候 他们都比较的情绪低落 就前两天跟一个德国的客人打电话 他说他们应该疫苗到年底都能够被打上 都已经不错了的 但是英国的话 基本上现在昨天的那个数字分享 已经接近70%了嘛 成人的这个比例里面 然后基本上可以做到到到夏天 会最晚最晚九月份 基本上所有的成人都能够打上疫苗 所以这个包括我们这一次的解封 这次的解封在4月12号解封的到现在为止 以前的解封 每一次解封数字立刻反弹 很快 那这次的解封就可以明显的看到 它的数字变化就很小了 所以这个是 打的是那个辉瑞还是阿里斯康 辉瑞什么 辉瑞牛津有好几个 还有强生现在也进来了 就是它有不同的疫苗 英国的疫苗 它的储备量是最高的 因为其实脱欧的这个 这个后半程 其实就变成了疫苗争夺战嘛 因为当时就是整个 因为本来牛津的疫苗的研发 就是走得很前面 它速度很快 当然其实最早的应该是辉瑞嘛 那个时候英国就是立刻就下单了 它是所有的欧洲政府里面反应最快的 然后当时大家回头想说 其实脱欧还脱得挺及时的 如果没有脱欧的话 我们现在也是一副惨淡局面 也打不了疫苗 经济恢复也无望 所以这也是一个 现在英镑为什么这么强势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对于资本来讲 它是很敏锐的 我这个地方 它的疫苗推广速度快 疫情控制的好 我的这个经济恢复的快 我就资本就会往这个地方来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跟整个大的局面 都是相关的 另外一个是有关系的 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因素 就是疫苗这个推广好了 疫情控制的好了 那国际留学生就回来了 包括这个外派商务人士也会回来了 所以这个会再一次就是 把这个仁敦的这个楼市的 这个打破的这个供需环境 又会带回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因素 它的这个租赁市场也好 买卖市场也好 因为这些人 他是真正支持到仁敦这个刚需的 那第三个就是 其实前面聊了 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经济的恢复情况了 所以就是整体来讲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我觉得 然后还有一个政治因素 就是脱欧之后的 现在的一个后续谈判 大部分已经都 都已经成定局了 其实1919年2019年的这个12月12号 我们这一届政府的这个大选结果出来之后 其实大局已定 因为整个就是整个这个软脱欧的这个这个局面 就是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观望的一些买家 他其实都已经入手了 包括很多的这一个就是相对应的方针政策 其实都定出来了 只不过是这个疫情确实是在大家意料之外的 所以脱欧走到今天 现在只剩下跟金融相关的一些很小的 就是剩下没有剩下几个主题 是需要去把它敲定下来的 还有就是当然脱欧的这个背景之下 他要跟各个世界的主要经济体 要进行双边的这个这个这个贸易协谈嘛 那也要看这个走得怎么样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要去看英国现在的 在整个国际环境里面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谈判走得怎么样啊 然后也可以聊一下政治的不确定性因素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英国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 以及北二兰的一个联合王国 所以呢它确实是苏格兰人一直在作妖 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苏格兰独立的一个公投 还是在坎梅隆首相时代 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40%的人投脱 脱开欧洲 60%的人就是流 不欧洲 这个脱离英国 然后60%的人是投这个留在英国 因为苏格兰人其实留在英国的好处是很多的 苏格兰 英格兰给到苏格兰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 那现在最近因为脱欧的这个背景 因为苏格兰人不太想离开欧洲 所以不想离开欧盟 所以它这个确实是会有影响 还有就是在整个疫情控制上面 苏格兰政府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可能是会增加一点不确定性因素的 但是呢总体来讲不大 为什么 如果我们要进行下一次的苏格兰的这个全民的 这个脱英的这个公投啊 独立的公投 其实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首肯的 那我觉得我们经历了这个脱欧这个大的黑天鹅事件 我相信这个英国的这个中央政府会更加的小心谨慎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 不是特别大 那会聊到2024年的一个英国的大选吗 因为是一个大选年吗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一个影响因素 在我个人看来是一个良性的因素 为什么跟国内 比如说像我知道这个蒙面霞的这个视频里说 因为现在是建党100周年 所以我们都要这个维稳 要局面要做好 对不对 其实我相信这个这个政治家都是差不多的 一丘之鹤 所以英国政府也是这样子 他也是会在 你讲这段我要给你剪了 好 你说 没事 我开个玩笑 我如果给你剪了 给我剪了 给我剪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这一个英国大选的整个局面 他会把整个就是各个方面都会 都会做的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我包括好 包括我觉得在疫情里面 这个Boris Johnson这些首相大撒钱嘛 因为上一期我们都讲了给政府给个人 给这给那大家都各种送钱 我觉得一个是确实基础好 之前的这个梅伊也好 卡梅容首相也好 这两届政府确实涨了很多家底 可以撒钱 另外一个我觉得确实也 也确实是这个执政党在这个拉敏感 好感度嘛 然后所以确实 当然他有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就是我做这些东西 也是为了能够经济恢复的时候 能够恢复的比较快 因为基础就是没有被打破嘛 包括很多的这个境外的投资 因为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BNO啊这些就是香港的问题嘛 所以其实过去的一年多时间 香港的投资是非常厉害的 也是因为大家看到说英国政府的这些做法 他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经济恢复 所以我个人认为英国大选 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一个因素 而且我对这些政府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的 我我这是一家之谈啊 我觉得不代表什么 个人觉得连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伯尔其实是做了八年的伦敦市长嘛 那个八年其实是伦敦发展最快的八年 非常的厉害 包括现在我们都还受到了当年 那个八年的这个优惠 很多的举措其实因为他有一个延后的效应嘛 他这个政策出来 出台到执行 他有个延后的过程 所以我我个人是蛮看好的 嗯 好啦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好好 那个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评论区 有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 大家可以在这里提问 讲了不少啊 我觉得从那个昨天讲这个大的 这个环境背景啊 然后一直到这个呃具体的实操啊 包括你自己的个人案例啊 我觉得还是很多的信息 嗯很丰富 然后也让我知道就是感觉整体来讲 我感觉这个英国的这个房产嗯还算比较健康 没有太大的泡沫 主要周收比还算合理啊 就是3.5到4.5之间 还是不错的 然后 呃 就加居民加杠杆呢 也嗯 像中国这种投资客啊 咱们这种的好像就是有点生猛是吧 往四套五套六套 往往死里这个买 但是 对吧 本地人不会这样去想就根本啊 如果有中国人就想 哎这这不是投资房产太好了吗 对吧 投了以后都这个租金可以覆盖利息 还能有现金流那那这就是这事干嘛不做呢 就会这样想 但是老外 他没有这种想法 可能他就是一套啊 自己喜欢的买一套就可以了 他们这种 当地人这个投资房地产的这个多吗 其实也是有的 因为因为我我我可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 就是我们开盘的时候 呃很多开发商开盘他会选在呃这个呃 我记得是4月份吧 4月4月还是3月 反正就是上半年的一个日期是一个开盘比较多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是很多这个做banking的 做这个金融银行的这些人发那个年终奖的时候 呃应该是4月 因为是英国财政年 呃 因为这个时候开盘很好 因为那些做金融的人他有很多限制在投资上面 因为他有这个内部的一些资讯嘛 所以他们其实很多投资是不可以碰的啊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这个钱没地方去 他们就去买房 所以我们以前就会发现就是呃 在这个时候开盘就是很多都是英国当地的这些做banking的人来买的啊 呃就是新房开盘以后很多做这个银行业的人来买 对因为他这个钱也没出去 他可能投资的这个呃限制挺多的 嗯 但是传统的英国人 他们可能真的就是我说的那样子 就是呃那种传统的中产阶级吧 其实我我我之前有朋友 其实家庭家庭条件非常好 爸爸是呃有跨国企业 不是规模特别大 但是在香港然后纽约伦敦还有波斯顿都有都有office 然后完了之后他还收购了一家在波斯顿的房那个公司 然后收购了之后他还把自己卖掉了 就他他等于是退休前把自己卖给更更大的集团 就是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家庭环境非常好的一个家庭 但是他们家就是从小房子慢慢变成一个大房子 然后现在那个房子就是他们家的院子都忘不到边际 他们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确实跟华人这种对房子的执念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也想说的是我觉得刚刚我提到的包括我自己的投资 我可能也是会去思考一个风险控制的一个一个一个概念 我自己的投资里面我也不会说我我杠杆我可以拉到八成 我不会都把他拉成八成啊 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要要去有这个意识的 嗯 那个当时去年疫情的时候有有恐慌吗 就是有担心吗 当时没有恐慌没有任何恐慌 以前发生以后的话那个当时经济不是很差吗 包括股市暴跌 那个房子那个没有担心不好租吗 嗯 就是这个房楼市要讲两个 一个是销售一个是这个租赁嘛 租赁其实我们在疫情封锁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也有在租房子 因为有的人他确实可能也不得不搬家 而且去年还有一批很有意思的搬家是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的这个预算 我可能一个月我就租两千镑 以前的时候我这个两千镑 我可能就租在一个可能 虽然是在市中心可能一个旧的小区 但我下这个两千镑 我可能去搬去一个新的小区了 所以去年有一批的这个租客搬家 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可以去租一个更好的房子了 啊 所以 市中心的租金下降了是吧 对对对 市中心的租金下降了 那有些人可能确实他就是 租月到期他不得不搬家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可能 还面临着这个房子要被卖掉 所以他不得不搬家 所以租赁其实是没有停的 只不过租赁没有那么好做了 因为我们之前 整个过去的这么多年 我们租赁市场上 从来没有缺过租客 我们从来都是缺房子 我们从来都是这个业主 就是交房的时候 我们都巴巴的等着 租客也巴巴的等着 我们那种租客 住在酒店等房子的这个情况 也不是没有见过 所以就是不像现在这种 就是我们还会进来 进来有空置期的这个概念 都出来了 就是很惊讶 这是我八年的这个职业生涯 里面第一次看到 然后那个 我想问个什么问题 回头再问吧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行 那就是今天先讲这么多 我看差不多 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了 如果 对 我就 我不知道 你们你可以把我剪掉 这句就是 做个小广告 有兴趣的可以去咨询 蒙面下 我想问一下 对 就是你客户里面 来这个伦敦买房的 这个客户 这个分布 大概在哪里 就是长三角 猪三角吗 对的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这个我们的客人 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 就是早年间 基本上都是一些 单价很高的一些客人 他基本上也都是 富裕的一些地方 就是像上海呀 北京这些大的城市 来的比较多 但是这两年 他整个就是 开始走向这个年轻化 以及这个平民化 就是很多都是 二线城市 马上就起来了 所以北京上海 深圳广州 广州可能弱一点 但是北京上海 一直都是大户 没有停过 一直都是很多客人 然后深圳这两年 非常好 就是我们 我们回去深圳 做活动什么效果 也是非常的好 那还有这个杭州 成都 就这些新的 这些这些 一线二线 就是这 国内发展的好的 城市的买价 明显就是多起来 而且因为 跟国内的这个经济 都有关系 我们发现这两年 北方的客人 好像确实 开始势头落下来了 也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 就北方势头差一点 南方多一点 然后二三 二线城市 也有大量的买家出现了 而且这个也 不是老买那种高价房了 就是平民化一点 对吧 对对对 而且包括年龄啊 因为我是 我是88年嘛 那我现在 很多的买家 都是跟我是同龄人了 那早一些的话 很多都可能是60后 70后 也都买 因为 其实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就会发现 它难度系数挺低的嘛 对就是以前可能不知道嘛 然后你们做了推介 推广以后 国内有些人 他国内的房产 已经很多了 比如说三套五套了 他在听你一讲 觉得这个伦敦的房价 这个投资回报率还可以 然后首付又很低 他就可能想做全球配置了 他就不一定 再在国内买了 对吧 是的 我们真的是有在国内 卖掉一套房 来伦敦买个两套 就是国内卖一套 然后伦敦买两套是吧 对 很多时候都可以做到 然后还有就是 可能就是 比如说我有客人说 我想要国内也加 加继续加 我要去买成都什么的 但是他可能一开始认为 是非此即彼的 我买了成都 我可能就买不了伦敦 后来以下 虽然说 我完全可以两个一起来 因为我房子还很早的交房 前面的现金率也很小 就是他后面发现 前面这个现金率 又没有支付多少 对吧 然后所以他就 也不影响他的程度 买房 是的 是的 而且就是可能 大家会有一个 很强的一个 就是区别对待 区别对待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他可能想说 我赚钱的时候 我就放国内做 因为国内比较容易 找得到回报率高的 但是保本的 这种保险的 这种投资 我就放在伦敦 他觉得就是 就是基本上 可以说是汉劳保守 就是很稳健的 这样的一个投资 明白 就是他要想靠 这个房产增值 赚这个快钱 或者大钱的 还是在国内 做一些投资 或者是房产 对吧 然后他求一个稳 求保守的 他就去伦敦 配置个几套房产 对吧 是的 是的 是差不多是这个局面 还有就是教育 很多小孩来读书 或者什么 这个都是跟这个 楼市是有关系的 特别是华人 不仅仅是 咱们中国大陆的 香港地区的 台湾地区的 然后像这个 马来亚等等 新加坡 很多华人 他们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知道 是哪里来的 中国人 这个华人的这股热情 对 主要英国的教育 一直还不错吧 吸引大量的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 去读书的同时 就可能家长 就帮他们买房了 对 我觉得也是这两年 经济确实 好起来明显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当年留学的时候 十年前 还没有那么多的家长 说我小孩出来读书 我就给买房了 很多都是工作以后 就是家里帮忙买 但是这两年 就真的 就很多小孩都是 刚来读书 家长就把房子 给他弄好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仁敦租金确实挺高的 所以算一下 觉得还不如买个房划算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吧 聊了一个小时 二十分钟了 时间也蛮长了 基本我感觉都点到了 然后也两次 通过两次直播 基本还挺系统的 到时候 我们再稍微删减删减 然后把它搞得更精华一点 然后也感谢你 感谢何真 跟我们聊这么多 分享这么多 我们这些粉丝里面 他们就是有些人 他肯定有这种配置的想法 或者想了解一下 海外房地产的情况 有的有这种需求 那希望了 这两期节目 能带给这些 关注国际市场 国际房地产的朋友们 一些有用的信息 好 那我们就今天先聊到这 好嘞 谢谢蒙面侠 谢谢大家 也谢谢何真 那行 今天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